延續剛才我們介紹的利用導紅吸管原理 將我們東勢本郡的水引進到本校的能源教育園區裡面的第一續徑池裡面 那各位現在目前看到的這個流水 就是從我們剛才水車所汲取的水到宿井裡面流到第一續徑池的這個水量 那平時水量會比目前各位看到的這個大 那目前因為處於枯水期把這個中部地區用水吃緊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的水量大概僅止於此 那平常呢在水量豐沛的時候大概將近是這個目前流水量的兩倍 那目前各位看到的這個區域是我們的第一續徑池 那透過第一續徑池流到我們第二續徑池裡面做第二次的沉澱 那在流到第二續徑池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本處我們架設五座的低落水頭微動力水力發電 那透過這個微動力水力發電 我們可以儲存部分的電池 供園區附近的小型照明 那第二續徑池裡面呢 這個水呢我們除了提供沉澱沉沙之外 我們也可以種植一些水生植物以及我們飼養我們大甲溪 那這個本地所擁有的這個石斑以及這個馬口魚等等 那透過第二續徑池我們將水呢流到生態池 那生態池這一邊我們有五層經過五層的過濾 第一層是我們的直梯我們的草皮 第二層是經過我們的碎石 再到溪沙再到碳 再最後到布池布 經過這五層的過濾之後 我們流到這個蓄水池裡面 然後蓄水池裡面所存留的水呢 我們可以供園區裡面的灌溉 以及學生的洗滴使用 最後我們再將水抽到 我們擁有十噸這個儲存水量的水塔上面 做第二次的發電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示範 第二道我們水力發電的 萬常識的水力發電 在本處我們設有五道這個 衝擊室水力發電 那架設五台水力發電機 將發電下來的流水一樣流到我們第一續徑池 第一續徑池之後呢再流到我們第二續徑池 經過這樣子的流程我們水重複利用 我們自己所發下來的這個交流電呢 無法儲存 我們就直接利用 我們用剩一輪電 直接將水再抽回到我們的水水塔 再供第二次發電的這個水量使用 那所以本校目前所發展出來的水力發電 可以說是根據我們目前台灣水力發電 特別是根據我們大甲溪這邊水力發電的這個技術背景 來COVID整個來仿照 然後在本校設立一個微型的水力發電設施 這樣子不僅可以提供教學 也可以提供附近的民眾做參觀 以及附近的中小學呢 就近參觀與教學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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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